令吉汇率跌跌不休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拿督斯利·阿末·马斯兰 给出的止损良药 就是鼓励民众和商家 广泛使用本地货币贸易 借此减少依赖美元 控制外围因素 所导致的令吉贬值 阿末·马斯兰昨天 接受马兴社电视采访时指出 广泛使用令吉 将在未来成为重要的一步 也符合安华政府 自在实现的去美元化措施 他认为 我国的经济水平 应该以经济增长波动 失业率 通膨率 以及预期赤字的综合指数 作为标准 而不是单靠美元汇率的表现 为了进一步提振令吉价值 阿末·马斯兰补充 团结政府有意实施进口替代 让国人多生产 多购买国货 同时吸引更多外国人 来我国旅游 借此提高令吉使用率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